我應該是全台灣莫過最多乳頭的男人 我呵護過的牛 加上科技牧場的管理 我敢保證產出的牛奶 就跟疊癌痘的品質一樣 剛退伍的時候 就是在家裡做大理事事業 那退伍就做了一兩年 大概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看到有牧場的生養人員 就跟家裡沒有討論過 結果不來做看看 坐下去真的滿足了自己的興趣跟條件 就只有十七年 在牧場第一件事 其實基本的最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炸爐的工作 因為炸爐的工作就是檢查 把四顆乳房檢查 當然牛乳有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在檢查的過程中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 檢查的能源一定會被牛屎噴到 因為檢查 我們是站在牛的後面嘛 就是一觸摸到乳房 牛屎就會噴下來 就大概第一個 第一個叫學習的 應該是要怎麼躲 躲噴死吧 工作回家嘛 就是還沒洗澡啦 可是還沒洗澡的味道真的很重 那牛的體味就是會影響到我們身體 味道還真的沒有聞過的人 還真的還真的不太習慣 老婆就說不要靠近我 就叫我直接快去洗澡 就不要靠近我 不要靠近我 這樣 你們就 就噩著瓶子就走掉了 瓜糞其實是比較現代一些 牛汁的傾斜 像瓜糞啊 還有人員的一些區區都會把它升起 省很多人力啦 海天應該是狂風暴雨啦 應該是 結構上就是 風很大 雨很大 牛汁看 其實牛汁很怕打雷聲 它太大聲的 它都會驚訝 它會驚訝 還有還有一些 牛汁上去會緊繃 其實看牛汁很大 其實牛汁它對大聲很敏感 它一緊張好像 小孩子嚇到一樣 我就亂走亂跳 亂發生聲音這樣 我就讓它 灌在那邊 都不要人靠近它 就讓它自然而然 就慢慢習慣那個環境 現在牧場是比較推向 智慧型養牛 用數據化說話的科技牧場 還有大數據養牛 我們會利用科學數據來管理 牛汁的健康 Wi-Fi傳送養牛 還有電子耳標 不會漏接到每條牛的健康的訊息 很明確的就是發行 它的一個曲線圖 用肉眼觀察 跟計算的方式比較不足 現在看曲線圖 看到曲線 大概一個平衡點的時候 就表示那個時間點 就可以去配種 以前試駕配方式 純粹用手記得而已 它就從人生下去看 下去換算出來 可是現在牧場的試駕配方式 就是用電腦設計 電腦設計可以 電腦設計出來 可以擺木打 還有一些卡布拉 還有小蘇打 還有啤酒波 因為每天都可以計算出來 它的營養程度規格在哪裡 現在牧場我大概是 會跟牛大概有12個小時的時間 在牧場 就是看一些牛 看一些數據 看一些牧場的狀況 比較安心的時候 才會下班回家 大概時間 陪老婆跟孩子的時間 大概剩下 四五個小時而已吧 對牛跟牛的朋友一樣 可是這個到我老婆 有點反感 我老婆說 我說我都賣給牧場了 最大的動力喔 看起來心情好 心情就會好 我跟孩子的時間 你真是不想的 你真是不想的 我真是不想的 你真是不想的 你真是不想的